埃及购买坚实替换美国F16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军火市场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防务博客 2024年9月7日消息 埃及将用中国战斗机替换美国的F16 根据报道 埃及已经与中国签署了协议 购买歼10C战斗机 旨在取代其老化的F16战斗机 成飞集团歼10C的采购协议 于2024年8月19日签署 此次采购合同将使埃及成为继巴基斯坦之后 第二个拥有歼10C的国家 此前埃及拒绝了美国与俄罗斯提出的升级与更换装备的建议 美国曾经给出方案 老化的F16战机升级为F16V 俄罗斯的方案 米格29 机场守卫者 但是埃及方面经过了评估之后 把这两份提议都拒绝了 本地专家称 成飞集团的歼10C 性能优于任何一款美国的F16和俄罗斯的米格29 有人问怎么看 首先有关这条消息的真实性 只能说有一定的可信度 我们需要保持怀疑 因为我查找了美国的防务新闻网 星条其报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 原因是这种某个第三世界国家 抛弃美国选择中国的消息 美国防务方面的新闻社 往往会在第一时间播报 进行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所以如果追求一个绝对可信 我们还需要查找官方消息 那么为什么说这条消息 还有一定的可信度呢 原因是最近中国的运20 歼10C访问了开罗航展 并且进行了飞越金字塔的飞行表演 埃及军方对中国的国产装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甚至还谈到了如何才能购买到歼20隐身战斗机 可以这么说 具体合同是否签署 我们保持怀疑 但是埃及军方对包括坚实在内的中国国产装备产生的兴趣 已经成为了事实 也就是说 即使最终没能达成协议 购买坚实C 只是埃及政府向美国议价的筹码也证明了中国军工的实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没有中国军工的实力 那么埃及也就不会拿着这种情况来做筹码与美国谈判了 埃及方面也明白 如果中国军工达不到他所想要的预期的话 那么埃及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最优解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如何保持中国军工的优势 一方面是中国自主研发 那是中国的事 另外一方面给中国注入资金保持这种研发的势头 也就是说 埃及可以在这一次用中国的军工对冲美国的合同 下一次可能就是直接购买中国军工的产品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两套系统的时候 全世界的国家才有自由的选择 现在我们看到了 无论怎样 中国通过任何方式正在构建属于自己的全球军火市场新秩序 有人问 为什么这么说 到底有哪些变化 值得关注 首先一点 如果中国有计划重塑全球军火市场 自身技术必须过关 否则不是不可能 而是你想都不要想 一点机会都没有 咱们就用尖石战斗机做一个例子给大家说明这个问题 早在2005年的时候就有传言 24架尖石将落户巴基斯坦 那个时候你们的朋友大野猫还是一名中国海洋大学的学生 2005年的传言 为什么到了2023年才完成交付呢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谁还记得 2005年的 尖石战斗机 发动机来自俄罗斯的 AL31F 雷达还是不怎么成熟的 脉冲多普勒 火控雷达 当时霹雷石空对空导弹刚刚开始小规模列装 加上皮托管进气道增大了雷达反射面积 也就是说2005年的尖石属于技术还不怎么过硬 很多关键零部件还需要进口 勉强够用的那种情况 与2024年的尖石C战斗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更别说进行出口了 当你的发动机受制于人的时候 给你提供发动机的国家就大体能分析出来你的真实生产能力 而且这方面通过数据是保密不了的 而且这个国家不会允许你用它的发动机做海外生意 所以只有实现完全自主以后 才有机会对世界军火市场提出自己的新秩序 比如现在据说尖石战斗机已经全面停产 只供海外出口 其他生产线全力生产歼20和歼35隐身战斗机 那么有人问 埃及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呢 为什么说埃及是中国建立全球装备系统新秩序的起点呢 这一点我们要这样看 军火装备你卖到一个国家 是这个国家政治的延伸 也就是说当中国的武器系统被卖到埃及之后 这里边包括一系列的售后服务 以及安全保障 比如说埃及购买了中国的歼10C战斗机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 提供售后服务全程的保障 如果这些歼10C战斗机有一些三长两短的话 对于中国的军工体系那一定是沉重的打击 所以一定要保护这个系统在埃及的安全 如何保护这个系统在埃及的安全呢 那需要中国军方人员在埃及长期驻扎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威胁到苏伊士运河的安全 那么中国就有必要保护苏伊士运河的安全 等同于中国很有可能在埃及驻扎自己的军队或者军事人员 当中国在埃及驻扎军队或者军事人员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就非常紧张了 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牵一发动全身 使得中国的势力向中东北非地方延伸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也就是说 当埃及有能力做出这样选择的时候 世界必须在变化中 也就是说 世界正在变化 西亚北非也正在变化 埃及有了再次选择的空间 这里边的关键词是再次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 1979年 埃及总统萨达特毅然而决然的决定与以色列讲和 并且建立外交关系 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 然后埃及的地位立刻变成了中东建民 但是这个事的大前提是什么 别忘了 在70年代中期 美国早已搞定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 用石油绑定美元 形成了后来的石油美元体系 作为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埃及 为了发展 他别无选择 他根本没有能力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他只能与以色列建交 最起码可以再次启动苏伊士运河 不要忘了几次中东战争下来 苏伊士运河基本上荒废了 60年代中期开始 全球的航运走非洲绕好望角 才带动了坦赞铁路的修建 由此可见 埃及失去了苏伊士运河 那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来保障埃及的发展 也就是说1979年萨达特的决定是非常务实的决定 时间到了2024年 对标1979年世界再次迎来重大的变化 对于埃及来说有选择的自由度了 首先一点美国的力量正在快速从欧洲中东撤退出去 后美国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开讨论的话题 俄乌战争暴露了美国西方武器生产的普遍拉跨 美国和北约在生产炮弹方面竟然生产不过俄罗斯 这个东西可谓是天下奇观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埃及开始怀疑美国的生产能力了 你答应我把我老旧的F16战斗机升级为F16V 这个过程得需要多少年呢 如果这个东西一拖再拖的话 那么埃及是承受不了这种损失的 第三点巴以冲突 美国偏袒以色列使得与中东国家离心离德 中东国家开始寻求另外的方案进行对冲美国的力量 这是第三个变化 第四个变化 金砖国家埃及成为了金砖集团的成员国 这对埃及未来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改变也是巨大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埃及是否会选择中国进行武器方面的贸易 如果他选择了中国就等同于他接受了中国的力量进入埃及 这是埃及必须要做出选择的 而埃及看中了中国哪一点呢 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中国的能力投入 具体到歼10c本身 筹码对冲溢价是一个方面 我刚才解释了 中国的实力在这儿与美国形成了对冲 使得埃及有这样的选择权 第二个呢就是购买开始军事合作影响深远 然后呢中国的力量进入到苏伊士运河附近 开始保障红海和地中海的通航 这个也是未来的一大看点 那有人问埃及没有钱 埃及濒临破产怎么办 咱这么说这笔钱不会埃及出 是沙特阿拉伯 不要忘了巴基斯坦的歼10c 这笔钱是谁出的 是沙特阿拉伯 那有人问沙特阿拉伯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就是沙特阿拉伯平衡政策的体现了 沙特在自己的武器装备方面 依旧采购美国 但是他希望自己的周边国家与美国进行对冲 比如说巴基斯坦装备歼10c和以后埃及装备歼10c 这种情况他变成了什么 整个中东地区 凡是沙特阿拉伯可以联系到的地方 自己购买美国的武器 然后其他地方购买中国的武器 实现了离岸平衡与对冲 才使得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利益最大化 所以我们看到了 埃及购买坚实替换美国的F16 它是属于整个中东政策中东变化的一部分 埃及做出了选择 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军火市场 它体现了中国实力的投入 和中国生产力的提升 特别是技术的突破 如果没有技术突破 如果没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果没有沙特阿拉伯埃及这样的国家 看到了中国的实力 是不会有今天的场景 也更不会有埃及想用歼10c 替换美国的F16了 至于日后怎么样 我们持续关注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